give of heat slowly 好 突然间又变了什么啊 过去是 那就表示过去的事情 所以科学家在以前 find就是以前 他们已经发现了 已经找到了这些方法 什么方法 后面就是补充说明 前面的方法 这是片语 to make 使得 atom 使得原子 give of 释放出热能 slowly 缓慢 也就是说 之前科学家就已经找到这个方法 让这个原子 释放出的这个热能 变慢 你太快一下 piu就没有了 慢慢的释放出来 慢慢的释放 再来 好 转到现在了 今天 this atom atomic heat 今天这种原子的能量 heat的能量 可以 可以run machines 可以运转 机器 转动 机器 好 什么机器 后面 就来了一个 关系纸具 来修饰前面的机器 这个机器 let give us electricity 能够能够让我们有电力 那就是发电的机器 发电机 我的单数名词 就是讲 atomic heat 原子的热能 run ship 他还会转动 船只 大船 都是用原子 用原子来转动的 现在已经进到 用核能来转动 航空母舰 这样子 some atoms give of rays 有一些原子会 释放出 ray 光线 像我们的x光 英文就叫x ray 那就是x光的意思 rays are thin lines of light 好 这边来解释 什么叫ray 那么这个光线 就是很细的一条线 of light 光的细线 很细微的一个小光线 好 细微的 这个光线 那这个称之为race the rays can hurt us 那这个光 这种光线 就一束 一束光线 很细微的一束光线 它可能会伤害我们 but 但是 used 好 used the right way 这个 但是呢 used是指谁啊 就指前面的 这些光束 那这些光束呢 如果 被正确的使用 所以片里 你只有看到一个used 所以你不会了解 这个是讲什么 这个used 就是讲什么 被使用 怎么一开始 就是used 那我们 我们转成指句 就是变成这样 if 如果这些光束 被使用 the right way 正确的被使用 they can help us 这些光束 却可以帮助我们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刚刚的写作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转变 那个就是被动的分磁结构 这个在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英文的句子结构 来 我们先看这个 第一个意思 被动的复词指句 等一下 被动的分磁结构 这个被动的复词指句 可以简化 变成被动的分磁结构 分磁结构 那就剩下 现在分磁跟过去分磁了 好 那像这个地方 就只剩下一个used 这就是过去分磁 表示被动的观念 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两个句子 他说啊 第一个是被动的复词 复词就会有连接词 指句 复词指句 一定会有连接词 所以一开始就是连接词 写完逗典 老师刚刚讲过 他说 even though 即使 这个都是连接词 the weak girl 是很有智慧的女孩 很聪明的女孩 was kidnapped 被绑架了 即使 这个聪明的女孩子 她遭到绑架 被绑架 被动 是 就是讲前面的这个聪明的女孩 很有机制 为的是机制 很有机制的女孩 前后主持相同 所以一定要记住 没有 没有